各位安安 我是小溪 下周就是練等玩家最期待的新野馬戲團了 那這次的新野馬戲團地點是在武林桃園 當下看到版本直播的地圖預覽 蠻喜歡這次的地圖設計 尤其是修菲凱曼穿著熊毛裝有夠蠢的 活動時間是10月30到11月26號 那基本上馬戲團的活動就是選擇票券 打怪累積硬幣 開放升級時間提升設計師等級 累積的硬幣可以開啟慶典設計圖 獲得各式各樣的BUFF效果 每周三都可以選擇一種票券 如果你是勤奋戀等的玩家 就可以選擇這個熊貓爺爺的票券 總經驗量多 要注意的是以伺服器為單位 一天可以發動20次 想要留給本尊經驗效果 就要記得把分身的技能關閉 那比較休閒或是沒時間的玩家 可以選擇消攻票券 往年的這種票券還是會有些許經驗 但這次好像改成全素材了 每狩獵一千隻怪物可以召喚十項 那十項微六轉的角色都是給予金燕的核心寶石 以及核心寶石 那六轉的角色會給予碎片以及氣息 那再看到慶典設計師這張圖 狩獵怪物累積硬幣 那硬幣累積的數量可以提升設計師等級 還要依照開放升級的時間為主 那下方的硬幣可以用於升級效果如下 不用擔心消耗硬幣就不能升級設計師等級 那可以看到一開始 見習者就會送10-200等的燃燒加速器 進階者有裝備傳授 老手則是髮型轉移 大師有外觀玩家招式暮想的傷層轉移 再滿願望的天燈 這次分別一樣是兩種 有增加一般傷害以及經驗量的仙桃天燈 以及增加B傷攻擊無視的熊熊天燈 可以看到這次的效果維持有一個小時 終於不用每次30分鐘離開地圖拼手術去吸BUFF了 而且斷線後效果還是會維持 但土會不會消失就不好說了 滷出神秘靈藥 狩獵怪物可以獲得藥材 藥材放入鍋中可以調配出不同能力的BUFF 完成後7天內有效 如果你不喜歡當前的BUFF也可以洗掉 據我的經驗 這種調配藥劑的活動 一定會有一個完美的配方 到時候就坐等BUFF的女巫們 調配出完美的藥來照抄配方 謝謝女巫們 老公的倒數傳授 總而言之就是你本尊練的 你綁定的角色也會有經驗值 以上就是見習者設計師可以參加的活動 再來就是進階者設計師 今夜武林道場開幕 限時2分20秒挑戰道場 最高可以獲得1000分 挑戰結束後可以獲得經驗值以及幻想異筆 記錄於每週三的零點進行初始化 首次獲得1000分可以追加領取新夜武林道場征服者 歡樂的零要換進海上派對 看起來是回收封閉的把戲 有點意思 魚公的動態勢力修煉場 當天把300硬幣收集完後 一天可以參加一次 在限定的時間內設計攀猴可以獲得基本獎勵 命中數量到達指定還有最佳的獎勵 再來看到大師設計師 命運的運勢抽籤 一樣把當天的300硬幣收集完後可以抽一次籤 那簡報只有放最大獎的20星 往年的畫還有核心寶石 星火 AUT ARC等等的 去年的AUT真的是蠻好抽的 料望台算是一個拍照景點 跟望遠鏡對話後可以獲得 新夜馬戲團武林的回憶紀念道具 双集後可以觀看照片 那以上就是這次新夜馬戲團的懶人包 後面再附上慶典活動一欄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想看到更多的生活 歡迎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不